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典故呢 它的流行起来是来自于1919年的5月10日 也就是五四运动之后了 当时呢 蔡元培呢 要辞职北京大学校长 所以呢 那个北京的各大报刊呢 就刊登了这么一则启示 蔡元培的启示 蔡元培这么说 说 我倦以杀军马者道旁儿 名义老旨 岂可小修 我欲小修以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以正式辞去 其他向有关系之学校各集会 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 特此声明 为知我者量之 就是这么一段一个辞职信 但是这个辞职信呢 发出之后 引起轩然大波 甚至是举国哗然 当时的北京 天津 上海 学界呢 都呼吁申援 国会呢 和各个地方的这些官员呢 也都吵翻了天 最后呢 由大总统徐世昌 发布总统令 我们老徐家的徐世昌 发布总统令 让蔡元培收回臣命 最终的结果是蔡元培又返回学校就任 这个事儿才算是消停了 他的这则启示里边 引用了杀军马者道旁儿 就有一些学生不明白 就写信去求教 当时的北京大学的教授 陈隐生 就在1919年的5月12日的 北京大学日刊上 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 杀军马者道旁儿 语出风俗通义 他的原意是指 长力马肥 应该是长力还是长力 马肥 官者快智 乘者洗其言 吃躯不止 至于死 至于蔡先生用在启示中的意思 大约是徒寻他人之官快 恐立身于害眼 也就是蔡元培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校长再干下去 不就是让别人看了痛快吗 但是呢 我对我自己是有害无益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陈隐生呢 他讲这个风俗通义的这个原文呢 是文言文 这种文辟冲天的这个古文的意思呢 在当下呢 是需要再翻译一下 那么直白的翻译一下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马 在路上跑 跑得飞快 然后不断呢 有路人鼓掌叫好 马和骑马的人呢 都很得意 就骑得越来越快 在一道上狂奔 跑得越快 叫好的人就越多 最终这匹马活活累死 此时呢 有一个老者 就是对这个伤心的这个骑马者说呀 说杀君马者到旁而 意思是说杀你马的人 就是在路旁给你鼓掌叫好的那些人 这个故事 他不只是蔡元培引用过 他还被宋代类书太平预览 这类书呢 收录过 1926年的蔡元培呢 给胡适写的一首诗 这首诗呢 他又引用了这个典故 他的这首诗这样讲呢 说道上能杀君马 道上而能杀君马 何干人起销停粗 蔡元培说的这个杀君者到旁而 是比较文雅的 到了鲁迅那里呢 就变得严谨意赶了 就是捧杀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爱用捧杀这个词 捧杀这个词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些该死的不该死的 是吧 往往是被捧杀或捧死的 在我看来呢 中国人深信奴信怯怯怯 他们往往呢会把自己全部的勇气和希望 习惯性的投射到别人身上 尤其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 专制的黑暗使得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非常的不爽 但是问题是 只有受到生活实质影响的这个种群才会感到不爽 那如果是这样 那你本身就该死 因为按道理 所谓的勇敢是指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去追求真理与正义 但是 大多的这个中文群体 会把这种正义全部投射在那些敢于站出来的蠢货身上 比如盆仔粥这样的人 他连一个最基本的这种文明政治的表达都不会 他写的那个就盆四条还是盆六条还是几条 都不关心了 反正那些东西 但凡有一些自由民主宪政常识的人都会觉得是很好笑的 杀菌麻粿盗盆二 吹盆和被吹盆的都很满意 但是成本呢有这个被吹盆的那个盆仔粥来承受 更搞笑的是昨天晚上我看到这个什么人到中国在给这个人到中国谁办哪 不知道 好像是一个六四的一个名人吧 是吧 刚刚把我拉黑的这位名人 给盆仔粥发什么杰出民主人士讲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这些是吧 丧家的中国人不学无术 到了内容发指的程度 民主人士一词 是共产党用来统战那些 所谓的就是今天政协的那些人 就是为了统战所谓的党外人士 来搞的这个东西 民主人士的他的真实的词语的意思 就是叫出卖民主的人 那些包括什么张立凡的爹 包括这个 那个什么丧家在澳洲的 那个张赫茨他爷爷啊 等等这一大票人 都是当年的民主人士 就是出卖民主的人士 也包括这个 是吧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民主党派 所以说但凡对这个词的来源 有起码的羞耻感 都不会引用这个词 然后这个人道中国呢 他们就给那个 彭仔周 或者叫彭立周 或者叫什么的 给他发叫杰出民主人士讲 哎呀 第一民主人士 如果你把他发的给彭仔周 是对彭彭仔周的侮辱 第二 这个时候给他发这种讲 这个人还下落不明 你是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整呢 如果是共产党 是不是 本来是打算要侵判彭仔周的 一看这个洋人 地头上的人已经给他发奖了 那好 就把他往死里整吧 多判个几年 是吧 里通外国嘛 是吧 在中国里头 外国人重罪 总有人说这个中国的叫什么菜式口语 菜式口语冷血馒头 那事实上被做成冷血馒头呢 也没有几个是无辜的 譬如谭思同就是类似彭仔周这样的宠货 谭思同这个人一辈子只读儒家的书 从来没出过一天的国 他对文明世界的自由法治自然是一窍不通的 中国人的阴谋诡计 他玩得很明白 既无文明见识 又没有政治远见 他还要伙同大刀亡武 合谋要拯救光绪帝 要杀慈禧 这样的宠货 你说被送到菜式口都冤枉吗 杀军马者到旁儿 捧杀谭思同的人 与谭思同本人区别又在哪里 我们看不出来任何区别 我一位做了一辈子历史研究的朋友这么讲 说六四就是一群宠货和一群邪恶的人之间发生的悲剧 但是很遗憾 这种宠货今天又在给另一群宠货颁奖 譬如这个人到中国发给这个彭丽州的那个奖 其实就是这样的 事实如此 今天网上还是在遍地的打击写 最近的这个发生革命 在中国发生革命的这种可能性 使得这个推特革命家们 前列线浴火焚身 只不过杀军马者到旁儿 那些被他们吹捧的军马 一个个累死或者是入狱坐牢 到旁儿的节奏 连妓女都不如 迅速的会寻找下一个军马 中国的真实状况是 中国人只能有做出两件事情 要不就造神 要不就造孽 基于权力 也就是power 这样的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现实处境 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中国人的人生是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下 什么叫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就是缺少那种神定的政治秩序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呢 他的中国人的真实的处境是 孤独 贫穷 龌龊 粗暴又短命 最终他们一定将所有的自然权力 就是rights 交给他们所创造的那个偶像 所带来的专制 以此让他来维持内部和外部的一个防御 或者叫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渴望自己免于一死 比如说最近那个 中国的这个疫情放开了 就有人在讲说什么 什么国家为我们兜底了三年 如果一个国家为你兜底了三年 就说明你们这群人活该去死 所以他们对他们把一切的人生盼望 都是寄托在国家这个偶像之上 所以他们的人生追求也不过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如此而已 中国的历史经验也一再的告诉我们 中国人需要的是一个制恶 这个制恶就是 比如像今天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的一个政权 这样的一个政权下的一个政府 它就是一种制恶 制恶是一个政治学概念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这个英文太长我不会读 我不知道该怎么发音 由于对暴力死亡的恐惧 中国人创造的每一个政治共同体 都是建立在这种恐惧之上 他们从来不需要解释自由社会的 从来不需要去理解自由社会的逻辑和具体的实践 他们只是在幻想 渴望得到一个公正而仁慈的主人 所以摆脱杀君马肘道庞儿的恶习 就必须明白这个族群的命运从来不取决于他们自己 中国的历史一再的告诉中国人 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看主流文明社会能怎么做 会怎么做 未来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必须大家明白的事 昨天晚上有一个网友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当下我们什么都别做 我说过这话吗 我是让你什么都别做吗 起码你得把英语学好吧 将来洋人来了 你做带路党 你也得会翻译吧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